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 少年在山中苦练刀法十几年 下山后被人挑衅 却不知自己的刀法早已天下第一的 经典西部武侠篇 双旗镇刀客 大漠黄沙由马从中来 但见马上一个风尘仆仆的少年 羊皮夹傲会插双刀 此人名叫海哥 奉父亲遗嘱前去双旗镇结亲 一路之上 海哥不敢耽搁 很少停歇 一直跑到马兔白沫 才来到一个荒漠中的水井旁 取水喂马 井边还有一人 自称是个游侠 名叫沙里飞 见海哥过来 便向他讨了份干粮 随后问起海哥去处 海哥少年心性设施未深 没说两句 就把接亲的事说了出来 因事顺路 沙里飞邀海哥同行 一路上沙里飞高谈阔论 沙里飞提出借钱的请求 那是迎亲的彩礼钱 哪能外借 两人就此别过 卫星两步 他竟配沙里飞为人 挣一半彩礼钱丢给他 得死钱财 沙里飞眉开眼笑 方言道 方圆五百里 有麻烦 就去甘草铺找他 双旗阵 阵如其名 两杆旗子 一黄一红 立于阵中 眼见来了个刀客 打扮的陌生少年 阵中众人纷纷打凉起 这个不速之客 正在此时 两匹快马迎面奔来 卷起的沙尘 养了海哥一连 没走多远 二人又原路折返 一人下马 一刀抵住海哥 问他可认得一刀仙 见海哥茫然摇头 二人驱马 来到马肉馆 海哥牵马牵去丁马掌 向丁马掌的老汉 打听起老丈人的事 他爹只告诉他 他的老丈人 是双旗阵的一个瘸子 至于姓慎名谁 干什么事 却是只字未提 丁马掌的老汉 听到后脑袋摇得 跟猪尾巴一样 这儿没他要找的人 海哥虽然心里犯嘀咕 一时之间 但也可能是父亲记错了 晚上没地方休息的海哥 敲开一虎人家 想要借宿 不想开门的女孩 以为她是乞丐 海哥无奈 只得卧在屋檐下 将就一休 此日一大早 女孩开门倒水 刚出门就被绊倒 摔得满脸是泥 坐地嚎啕大哭 海哥正在愣神之际 一人却是拿棍就打 眼见这人 一拳一拐 正是个瘸子 正在这时 一阵轩呢 一刀仙来了 边见四人四马 出现路口 这一刀仙 是常年盘踞 双旗阵的汉匪 杀人从未用过第二刀 凶残之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一见他来了 珍重之人 纷纷夺起 这时 昨天那两个 打听一刀仙的汉子 却从屋中走出 静止走向一刀仙 洛塞胡子自称 为复仇 已找了一刀仙 整整七年 与地拔刀去攻 只见刀光一闪 生死已定 一刀仙收刀转身 剩下一人自知不敌 弃刀纳祥 被一刀仙手下的二爷 一刀砍死 虚语之间 便有两人命丧当场 从未进入江湖的 海哥一时之间 竟被害住 一刀仙等人离去后 海哥被瘸子杖人 叫进屋中 七年他曾跟随 海哥父亲 不想 一场刀战伤了腿 自那之后 便来到这双旗镇 开了这家马肉馆 养家糊口 至于亲事 瘸子杖人 却是避而不谈 直说不及 先住下再说 其实 他内心已经另有打算 当年定亲 不过是看上海哥 父亲西北无极刀客的名头 想找个靠山 但海哥父亲 现在已死 他又是个半大孩子 无依无靠的 又没什么营生手艺 再加上精词一出 女儿图妞妞 对海哥也没啥好感 这一来一回 老瘸子 不禁起了悔婚的心思 但又不好 直接言明 把人赶走 于是便将海哥 留下打杂 只盼着他能知难而退 自行离去 但他不知道 这个孩子 才是绝顶高手 他告诉海哥 在这双旗镇生活 最重要的是要 眼正 手正 心正 言不要乱看 手不要乱碰 话不要乱说 事不要乱做 否则在这乱世 就是要死个把人 看到海哥 绑腿上的双刀 老瘸子让他取下 海哥却是不愿 他爹说过 头不离间 刀不离身 一旁的秃妞妞 确实不屑 马肉都剃不好 还却别人当刀客 说吧 一把夺过刀 干净利落 剃起肉来 海哥却是偷描起 这个未过门的小媳妇 这惹恼了秃妞妞 兔妞妞说什么 也不愿意跟海哥一起 海哥只得独自送马 来疏解心中玉气 这天 见老瘸子炖马肉 海哥突然提议 让他试一试 只见他 双母威逼 刀随念动 马肉瞬间一分为二 这一手 直接震惊老丈人 兔妞妞也对他刮目相看 餐桌上 海哥没被色舞强起 他爹跟人打赌 手披木桩 结果因为放屁走气 输掉五母弟的事 直逗得兔妞妞 花枝乱颤 而海哥也是实生孩子 因他爹说 他媳妇屁股上有颗痣 便一直想着确认这件事 这天 趁兔妞妞洗澡 他趴在门板上 偷偷去看 不想门板倒了 他也被老瘸子 按在桌上 一阵乱抽 直到一旁的兔妞妞求情 这才作罢 当爹的 又岂不明白女儿的心思 眼见女儿和海哥 越发亲近 老瘸子却是不知 该忧该喜 这天 土匪二爷前来吃酒 借口支开老瘸子 将兔妞妞按在桌子上 要行不轨 在场的证明 没人敢吱声 老瘸子听到声响 跪地哀求 这时 海哥突然现身 一声喝住二爷 看到是个矛头小子 二爷根本不放在眼里 上去就是几巴掌 正想拔刀给海哥几份颜色 说时迟 那是快 只见刀光一闪 酒与血夹杂流下 二哥颤颤巍巍走出管子 忽然倒地 眼见二爷被杀 剩下两个土匪策马离去 却是找匪头 义刀仙报信 这二爷是义刀仙的兄弟 义刀仙压丝必报 自然不会放过海哥 老瘸子无奈 匆匆为海哥 偷妞妞举办婚礼 要他二人 第二天一早就离开 逃得远远的 哪知 这边刚出门 外面也是被涉于 义刀仙迎威的正民 团团围住 正民纷纷跪地 哀求海哥不要离去 海哥要是走了 以免义刀仙迁怒下来 血洗双旗阵 走是走不成了 海哥想起 义刀仙 在老瘸子 以自己和女儿的性命担保后 正民最终 放海哥离去 找沙里飞 毕竟 大游侠沙里飞之名 在这大漠 也是响当当的 若是二人联手 就此除去义刀仙 绝对算得上是 为民除害 而沙里飞 还真就在干草铺 而且表示 就算没这事 他早晚也要避了义刀仙 这次海哥心甘情愿 将剩下的一半彩礼 交给他 沙里飞眉开眼笑 两天后 遇上三根 双齐甘下见 另一边 义刀仙也点七人马 义刑七人 向着双齐阵赶来 眼见义刀仙明个就到 海哥还没回来 贪生怕死的正民 就嘀咕他 是不是自己逃了 冲到老瘸子家问罪 秃妞妞却是坚信 海哥必定会回来 他顶着正民指点的目光 爬到石壁 远眺远方 而海哥也不负他所望 踏着夕阳及时赶回 听说大游侠沙里飞会 前来助阵 正民们一改态度 大白起宴席 甚至读起名额 谁会获胜 就连海哥和秃妞妞 心情也轻松许多 一旁的老瘸子 却是沉默走开 在这乱世 人心蓝色 性命都招不保夕 更何况承诺 半夜 他拿出那把锈刀 连夜磨起来 四日 海哥独坐期杆之下 静待沙里飞的到来 眼见日影上移 马蹄声如鼓 一下一下 敲在海哥的心上 但沙里飞迟迟不到 易刀仙却提前一步到了 但谁也没想到 众人口中的大游侠 牛逼哄哄的沙里飞 其实早就来了 只不过躲在山后 吓得没赶出来 眼见易刀仙 一步步向自己走来 抬着孩童心情的海哥 又拒又怕 正在这时 老瘸子一瘸一拐走上前 说人是他杀的 说把拔刀冲上去 被易刀仙一挡一格 斩于刀下 易刀仙傅又向前行去 一旁的铁匠突然站了出来 说杀一个孩子 犹如他大刀客的门面 要报仇 也要等孩哥长大 剩下的阵民 都唯唯诺诺地向后退去 但偏有人却不怕死 丁马掌的老汉 提着酒葫芦 醉醺醺走到旗下 对着孩哥兜头交下 随后他转身 走向易刀仙 说自己就是沙里飞 被易刀仙挑起酒葫芦 一刀劈下 就此丧命 眼见易刀仙逐渐逼近 恐惧和愤怒 让孩哥清醒大半 他站起身 擦掉脸上的酒盒泪 此时 秃妞妞也拿起刀 想要替父报仇 易刀仙偏头去看 易刀仙问孩哥 你跟谁学的刀法 孩哥没有回答 易刀仙推刀入鞘 转身离去 卫星几步突然跪地 一道鲜血 从腹部喷涌 他以刀称帝 一袋汉肥 就此而死 其余突肥 做鸟受散 山被窥射的沙里飞 这时方才策马冲出 大声叫嚷着 人呐 人呐 看到易刀仙尸体 他下马取出易刀仙 相近的刀 还向孩哥讨要佣金 孩哥此时早已认清 他的嘴脸 经此一战 大侠杀里飞之名 又将响彻大漠 而孩哥也认清 成人的社会 他带着脱妞妞 两人两马 迎着残阳 离开着再无良善的 双旗阵 只留下一段 口口相传的传说 上世纪90年代 武侠片大受欢迎 其中有一种 以西北地区为故事背景 展开的武侠片 而被称为西部武侠电影 双旗阵刀客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导演何平 用孩哥这个少年的成长 重新结构了 心目中的武侠世界 就像双旗阵有两面旗帜 武侠世界也有两面 有孤名钓鱼之徒 也有誓死如虎之人 而真正的侠义 就是克服恐惧之后的 挺身而出 阵中居民 奉行三道 以明者保身 这是一种无为 正是这种姑息 才让一刀仙盘踞双旗阵 作为作夫多年 孩哥的出现 打破了这种瓶颈 一直以来 一刀仙上个高山 树立在镇民面前 所有人都说 孩哥无法胜过他 孩哥也不信自己能赢 结果却出乎意料 还是少年的孩哥 不足勇气 直面决斗 却将一刀仙杀死 用鲜血完成成人的洗礼 也打破了幻想 没有无法战胜的敌人 只有无法越过的内心 恶的滋生 就是善的不俗 所以最后孩哥离去了 因为双旗阵中 仅存的狭义 已经随着老瘸子 铁匠和老汉的死去而逝去 这就是电影 双旗阵刀客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带您看更多经典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